好 剛才在節目開大的時候 預告過一下 在星期四的十二點半鐘打後 有蔡臣爺的幾位出現 先介紹一下三位 有林聰 你的題目很棒 之前不是紅色嗎? 陳天目花道 現在轉了 轉了更快 再跑一點 OK的 Kirit Kirit T 了 現在是Kaona 是不是有點難讀 差點讀錯 你讀得很好 是嗎?Kaona 剛剛提到的 One One Collective 這個音樂的合作社 音樂單位 其實這個名字的由來 當初幾位的朋友 還有其他音樂人 為什麼要走在一起呢? 不用害羞 其實我們去年開始定期有一些songwriting camp 有很多不同的音樂人 走在一起 有絕對自由性去創作音樂 成果非常之好 所以今年我們正式成立 One One Collective 歡迎更加多的音樂人 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好玩的活動 大家庭 其實這個大家庭 譬如說 當我聰明 原來我也認識一些樂器 其實我又可以丟一些demo給你們聽 不是一個固定的組合嗎? 不是固定的 其實我們是歡迎任何創作人來加入我們的群組 或者音樂 其實將來都希望會有些Visual照片 或者多創意媒體的人 多特別啊 這個想法 是誰想的? 真的是老闆自己一個想的? 其實外國就有很多這些例子 老闆就很希望在香港 因為大家都覺得香港的從業空間好像很少 所以 我覺得多了 在音樂間 因為老闆做了的所以就多了 豈有此理 他在年尾弄了一段時間 只是不得了地跟她說 繼續說 我說完了 比較害羞的二位 其實我們很著重的即時音樂人之間的互動 所以都很welcome 譬如你有興趣可以參加我們不同時期搞的songwriting cam 我們即時可以有互動地創作音樂出來 那才是一個真正的合作 絕對 除了三位之外 Women Collective還有什麼成員 可不可以趁今天幾點的機會 介紹一下給聽眾和樂迷朋友知道呢 其實我們還有十一 還有HIRST 你知不知道是誰 當然知道 電音人 是啊 希望將來都會加入多些人 我有沒有留下 CM CM CM就是一個 香港很有名字的低音結他手 而且她也是一個製作人 對 見到很多主流歌手的作品都有她的名字 沒錯 但其實我們一步一步來 Women Collective 大家都可能剛剛聽過 認識過 但是三位的朋友 都比較可能在主流媒體上 都是新的面紅 先講一下Clionna 其實你是喜歡唱英文歌 還是中文歌多些呢 因為我聽到你的全部都是英文歌 暫時我的作品都是由英文為主 未來也有興趣想嘗試寫中文 其實之前我前身的名字叫Carmen 我最近改 前身 轉型變成Cironna 因為我之前的形象比較文歌風格 比較多些 現在因為我帶了音樂的品味不同了 我都想嘗試多元化一點 例如電音或R&B類型的音樂 我都會加入將會推出的作品 但其實我們剛才提到Country 未濃一點 以前 又可能回頭說 Carmen這個名字 你身份值得Carmen 其實沒有 所以才可以任我搬 沒有忠情K字頭的名字 是的 我的朋友也是K字頭 又對 Kiri Kiri T 到你了 又是K字頭 你是喜歡英文多 其實是 雖然你中英都有唱過 其實我來這首歌 有一首歌是廣東話的 但始終我用英文寫歌 會比較容易表達自己 暫時都是英文歌 但其實我都在進行中文 中文 可能是華語 都對的 因為其實廣東話 你要放在你的音樂上 好像暫時還是有點難度 即是你扭音那些 我們剛聽的就覺得很棒 不剛聽的就覺得很奇怪 那些音樂 普通話比較容易控制 絕對 那個聲部的問題 但其實在講你 一年之前推出的一首歌曲 Rare View Mirror 裡面的音樂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 但那個黑人 跳舞的黑人 是懂的 即是隔了 噢 不是很熟 但因為那裡 其實那裡 我Operate的形式 都是好像collective 即是不同朋友 例如有跳舞的朋友 有拍攝的朋友 然後我有製作人的朋友 那個音樂 其實是這樣的形式 很誕生 噢 但其他人不是林基 其他人 其他人不是 坐在地上 被迫聽了 Rare View Mirror 十幾次 在哪裏 美國那裏 紐約 噢 即是你那邊大 紐約那邊大 不是不是 我在那邊讀大學 就住了五年 噢 好 到林聰了 黃頭仔 螢光頭 對 網球那些 哈哈 其實是有點像的 我都說 好嗎 螢光不 我都轉得蠻凡 但你的髮型 即是顏色方面 顏色也挺長 很多不同的造型 或是顏色 我也想試想玩 嗯嗯嗯嗯 但其實本身聽看你的朋友 可能都會知道 可能是 拿著結他 走出來唱歌 在那個 聲音方面 又或者造型方面 都沒那麼爆 為什麼要這麼突破呢 其實 一直以來都是 怎樣 即是自己喜歡 一些慢一點的 抒情歌 可能是有結他 在那邊彈唱 跟著就是 都是 同一個原因 就是想 有多些突破 有多些嘗試 就看看 這個會不會適合自己呢 然後就試一下 然後 很幸運 就是那些朋友都說 這個方向都很適合你 你可以試一下多些 這一種類型 我就開始嘗試 這個方向是什麼 HIP HOP R&B 可能是比較 是 脫離文青 拼死的造型 走去其他 自己喜歡的方向 為什麼笑他 因為大家之前都是很文青的 是嗎 我離開香港之前都是很文青 是嗎 ok啊 看不出 真心 轉型成功 是嗎 剛剛提到 林聰 你的聲音 其實我很喜歡 謝謝 很RAW 尤其是我聽到 在網上找了這首作品 夏花茶 你的聲音質地OK 謝謝 真心 這首就是 大概兩 等等 三年前左右的作品 都是一個嘗試 怎樣可以 我思考很多 平時我個人是很喜歡思考 這首歌是充滿很多我 關於對自己人生 前景的思考 是 哦 但是在說三位 譬如說 當初為什麼會開始接觸音樂 這件事 林聰先說 其實當初是很 小時候都會有 我媽媽很喜歡播這些歌 尤其是鄧麗君的歌 那時候我就開始接觸那種感覺 之後去到後期一直都沒有接觸音樂 是 反而去到是 可能是一三年左右 然後 就突然想學彈結他 想唱一下歌 然後 就是一個夢想來的 成為一個artist 或者歌手 一開始沒有這個方向 純粹興趣 然後朋友說 你好像都幾適合玩這些 那我就再試一下多些 其實都是很多身邊朋友的鼓勵 令到我一直走上這條路 不歸路 但你很快 很開心 但你學得很快 是真心的 OK 稍後我們可以再慢慢說一下 蔡神演的這首作品 譬如說Rap 第一次 都OK的 有形有實 不是只有樣子 Kiri呢 你當初為什麼會接觸音樂 其實我小時候 小時候是傾向 其實我不太記得為什麼會開始彈琴 但我小時候會彈琴 家人都是迫的 不是的 他會迫我考試 但在考試之前 真的很小時候 家裏有個琴 我一向都會彈琴 而且家裏都是喜歡聽歌 聽radio 之後我會在琴上模仿 即職興 所以從小已經喜歡玩樂器 我是玩樂器出身 我知道 但其實都是這幾年才開始寫歌 然後覺得有些事情想說 可能個人大了 又多些想法 其實有些事情想 作為一個藝術 發掘到自己的優點 或者是強項等等 但在講Kironna 你當初為什麼會接觸音樂 其實我記得最早期的回憶 就是我看到電視上有些人唱歌跳舞 我就已經知道我想表演 是 我在2013年的時候 其實自己自知出了一張EP仔 三首歌 我自己一個 夢想算不算 對 但出完之後 其實有一陣子 可能自己當時不太懂得 宣傳 所以好像沒什麼成果 有一陣子很想放棄 也不想再追隨 那一個轉捏點 就是認識了老闆之後 其實他認識了何韻思 其實都公開了 認識了阿菇之後 他真的很鼓勵我去Pick Up 那是 源於他去組織這些songwriting cam 我才發現原來我寫歌都可以 你唱歌都可以 你唱加格的歌 真的很加格 所以真的很感謝他把我帶回去音樂路上 我們這個部分 不如先講到這裏 先去廣告之前 聽聽聽 待會轉來講這首歌的作品 《財神夜》 超頭上接手 他們維留 雖如ichtig手好就手 無爺好手 還 菜神夜 左右手加手 教酵手 思想仰仙 受你幫人級數 太低答虧太伸手 沒什麼反應 幫你發露窗轉頭改名牙謀 所以說 菜神夜請你接受我的櫃敗 最宪業宅 相信都一個境界 拓通洗完點錢 洗了不派 不要唾買無界 相信要加個開爻生態 賺錢不用磁骸 不用宜態 而自行理解 切適 moderation過急 最紧要快 摆个姿态 好玩个奥拜 Livin' not just all I ever wanna be But day in and day out My pocket's so pocket's empty 财神耶求你保佑保佑 保佑我们个个都平安大家 平凡人如我请你打架 不用这么说 但求不过不失 吃了太多 不然上路乱讲话 个环境在你帮国民 没什么功德 需要教育 学到次事 没什么福 求之不得 只求你给钱我执 一命已运三风水 四亿吸口 随便即刻喝得少少音质 隐隐隐隐 看着你帮人心机更失忧 走不掉 你问我凭什么 你贫民忽行压 你振紧共人骨 我说我不信 罚我心安你 罚你得你急 到入急症室 入实验室 实验无畅体系 体验财神夜仔 世共享优惠 共享你一家大世 共享你原宅 病人躺在地板盒盒 护士照顾到有心得 家属隔离哭入 So what? Just what a fuck? I don't give up Just what a fuck? I don't give up Living rich is all I ever want to be But day and day of my pockets the pockets empty Living rich is all I ever want to be But day and day of my pockets the pockets empty 彩神夜求你保佑保佑 保佑我们个个都平安大家 平凡人如我请你打架 不用敢讲究 但求不过不失 彩神夜求你保佑保佑 保佑我们个个都平安大家 平凡人如我请你打架 不用敢讲究 但求不过不失 属于WonWon Collective的两位成员 林聪加上是Carrie T的这些茶茶品 名字叫做财神夜 终于回到广告之后 继续有三位在这里 原爆恶势力 撑起乐坛 战士 好广告继续回到来之后 有WonWon Collective的其中三位成员 分别左手边起的男孩子 林聪 Kiri T的 Kona 三米好 哈啰 刚刚在讲的之前 我们听了全新的拍摆作品财神夜 可能这个部分 可能要focus多一点 其中两位成员 例如林聪和Kiri 但讲的 林聪 以我所认识的你 就是第一次去rap 都ok的 真心 但自己是不是很大挑战 其实是很大挑战 因为其实 之前我写过 我会写完一次 所以rap的部分 都会考虑多些 一些rhymes 那些flow 是怎样去研究 其实这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所以我都没有特别去 去留意这些东西 很feel free 你这样的质素 我都算是这样的 有点天分 不是开玩笑 之后就开始 研究自己写的flow 是怎样 如何玩 然后我觉得 这个过程是 挺好玩 而且我觉得 是一个新的玩法 对于填词也好 我作为一个rap 一个artist 等一等 之后我都会很想去 再研究这个方向 但是其实 比如说 放在你身上 唱歌是唱歌 但是rap是两个东西 因为很多rap 比如说 我当做master mic 那些muscle memory 很快 你是不是呢 我自己的定位 可能未必会是 那么快的 我意思是否都是muscle memory 那些东西 你觉得 我觉得也是 而且 如果你对自己写的东西 很有共鸣 或者是感觉的时候 是会很出的 是 是 我会觉得这样 但这次这首作品 刚刚提到的 除了林聪之外 亦都是跟Carrie T. Hub 寫co-write这首歌曲 那个歌词 或者那个概念 其实是怎样 怎样 两位又 其实去年 做完幾个songwriting cam 我们之后 就再约了出来 就想着 寫一首 大家一起出的歌 那 去到 其实 他 我们寫之前 林聪已经有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们想寫什么topic 其实大家都对 才夜 或者 谁是才夜 才神夜 当然是这样的 才神夜 是 金钱这件事很有感触 因为大家都觉得 没有空间做想做的东西 之后 再看林聪寫出来 这个rap的词之后 都带动到我去 很bold的 我想说的东西 因为我以前 就比较 喜欢 用很多修持 去说些话 很隐悔 暗语一点 是的 但今次 都很白了 今次一看不明白 大家都很深信 直接一点 算了 本屁了 也不是本屁的 也是某一种态度 但其实 放在两位身上 对现在的生活上 是不是都有一些困惑等等 所以才有这样的词出现 绝对 再来说 其实是 看到大家都分享那种困惑 是很想用歌的形式去记录 以及去告诉大家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想 其实大家都有那个困惑 好不好一起去 再努力一点去做好这件事呢 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去做这一首 Kiri是不是也很认同 是啊 即使我们刚才来的时候 我们进来之前 我已经说 都很困惑 很困惑 有没有找错地方呢 哈哈 因为 大家都对空间 即没有私人空间 都感到很 很懦慮 很无奈 或者这么说 嗯 大家继续努力吧 对吧 但是说 譬如说 做音乐之外 除了是 一种抒发情绪的途径之外 其实你还想透过自己的音乐 或者歌曲 发放些什么的 message 等等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 我 未来的这首歌 就会 有多些关于自己 和家人的关系的歌 一些self discovery 多一些的东西 对自己身份的怀疑 而衍生出来的 就是我觉得 这些故事 其实 我会想分享 因为我知道 有很多人 都有这个问题 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嗯 但是身份的怀疑 为什么呢 怀疑自己的什么呢 因为 原来是男孩 哈哈 不是 是 身份的怀疑 就是 在外国读书的时候 就会 会 会 我觉得 在香港那种无力感 例如 对于空间 或者阶层上的无力感 嗯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都有的 但是 对种族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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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上的东西 当然有 on top of it 还有 对自己 黄皮肤 那种 哎呀 其实我 是否讀書 就应该走呢 哎呀 我不 belong here 你们都想很多东西 是啊 都会的 因为你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迫你要想这些东西 嗯嗯嗯 那林聪呢 我自己觉得 由我开始做创作开始 然后就 有个想法就是 很想是将我的一些 即我有一套自己思考的系统 方法 嗯 嗯 就很想把这件事分享 给大家多些人知道 嗯嗯 那卡尔娜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音乐可以做些什么 嗯 其实我很想带给人一种 有自由去表达自己的那种感觉 我意思就是 我之前 即我 我之前的名字Carmen 我那时候写的歌 就会很 我会很特意很想正面 就是因为我以前有那种使命感 我一定要 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发现我那时候做的事 就是其实我很不诚实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 一些负面的情绪 我就 没有容许自己有这个空间去表达 那变成我这次 我转型之后 我觉得我更加 我可以自由地表达 即是有好的情绪也好 不好的情绪也好 它都是属于我们的情绪 我觉得我应该 勇敢去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 变成其他人都可以有那种自由 去表达自己 绝对是的 人是立体的 即是开心和开心都一定有的 是的 但为什么Carmen是正面的呢 你觉得 纯粹感觉 很讽刺的就是 我还没改名之前 其实我以前是更加多的负面情绪 反而我现在容许自己流露 这些情绪的时候 那人就会轻松了很多 是否很有趣呢 算过来的 下次再说 可以叫什么 Carma 其实有几个人 就叫我自己做Carma 但是我不知道 也是 但其实刚刚Carmen提到 可能会出一张solo EP或专辑 但为什么今次 要在crossover的形式 推出第一首的拍楼歌 呢 为什么不先走solo 因为新年 ok 当是新年歌 不是吧 说的题材 其实也有一点应一应 那节 只是歌名 拿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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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一个vision 是想今年出发 就用这个形式去launch 这首歌 还有去介绍给大家 Aware One Collective 是什么 的确实我收到 歌曲的email的时候 看到财神的东西 的确实以为是 那些什么 何年歌 但是见到Kiri的名字 没有理由何年歌 找些做的 接着 接着我来听 听完一路看 哇 何年歌 还要过一年 初七打后才收到这首歌 所以一定不是何年歌 我对你说 但是这首作品财神的东西 其实两位的MV 因为我相信 除了音乐之外 2019年 在乐坛很多歌手 除了音乐的project之外 MV也很重要 两位的MV 怎样 何时要看 其实我们是没有想过做MV 原来也有很多人问 我们会开始考虑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package 其实是 因为我们当初想想的时候 很简单 可能就先上一个公司的音乐 然后我们觉得 可能是 MV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读 关于一些影像 很年轻 很年轻 所以我都可能会在这方面涉及多些 是一个 OneOne Collective的成员 去share 这些idea给大家 一起去 bringstorm 一起去激发一些idea 然后去执行它 接着 其实有什么动向 OneOne Collective 会不会又立即扔出手 可能是Carona 可能是Carona 就是Carona 其实我们继续有些 现在讲了 得理唱 我们继续有些writing cam 譬如Carona也有写一些歌 其实是很期待 很期待 下次有什么 我们的新的搞作 随时欢迎OneOne Collective 几位上来这个节目 下次见 谢谢 拜拜 时间一点正 给我们再继续 接着 应该